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内容题二 一,莫斯科一个音乐厅遭伊斯兰国恐怖袭击 二,俄方对乌城市发动近一年最大规模的空袭 五多地停电停水 三,乌方继续袭击俄能源设施 四,英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西轮军援 五,克里米林工程对乌特别军事行动 变成了战争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近郊 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音乐厅 3月22日晚20点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最新初步统计 这几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70多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因为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 预料会统计出更多的人员伤亡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SS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俄联邦安全局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两小时 发布声明称 枪击事件发生在莫斯科西北 克罗库斯城音乐厅 当时一个乐队正在举行音乐会 参加音乐会的观众多达6200人 因为爆炸引起大火 烧毁了整个1.3万平方米的音乐厅建筑 因此预料伤亡人数还会大幅增加 据目击者对媒体表示 三名身着迷彩服的枪手身份不明 他们还投掷了手榴弹或燃烧弹 引发了火灾 一名幸存者描述 我坐在大厅的中央 音乐会开始只不过几分钟后 一枚或两枚手榴弹在中间爆炸 涌出了灰色的烟雾恐慌开始了 另一个目击者称 枪手扫射后发生了爆炸 音乐厅被大火吞噬了 随着火势蔓延 恐怖分子将音乐厅大门关上 但没有所闻 就匆忙逃离现场 这使得许多人逃过了一劫 袭击发生后 有大量的警察赶往维持秩序 音乐厅大火燃烧 浓烟滚滚的 房顶几近坍塌 消防人员正在灭火 执政机不时从空中飞过 莫斯科市长索布亚宁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并已下令向伤员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索布亚宁随后宣布 莫斯科市本周末将取消 所有的大型群众活动 俄罗斯副总理塔吉杨纳 格利科瓦在视察斯科利福索夫斯基 急救中心后说 他和卫生部长 莫拉什科向普京报告了伤者的情况 普京祝愿所有的伤者早日康复 并向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克里姆林工程 普京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分钟内 得知了袭击的消息 伊斯兰国ISS通过宣传机构阿马克通讯社在国际社交媒体电报发表声明称 伊斯兰国战士在莫斯科郊区发动了袭击 造成了数百人死伤和巨大的破坏后 以安全返回基地 伊斯兰国残余分子目前主要在叙利亚境内 同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俄罗斯雇佣军作战 因此他们制造对莫斯科的恐袭也在情理之中 今年1月3日 伊斯兰国在伊朗东南部克尔曼市 制造了连环爆炸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了300多人伤亡 这个极端恐怖组织每次出手 都会造成惊天动地的惨剧 这也是他成为全球公敌 甚至连阿富汗塔利班也由伙伴变成死敌的原因 俄罗斯外交部说 当天在克里库斯城音乐厅发生的枪击事件 是恐怖袭击莫斯科三大机场 系列梅杰沃 弗努克沃 多莫杰沃等加强了安保措施 机场快线安检升级 但正常运行 莫斯科音乐厅袭击事件发生后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 波多利亚克和乌克兰国防部 主要的军事情报局官员 切尔尼亚克先后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莫斯科进交音乐厅 枪击事件无关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乌克兰方面所为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 核人发动了这次袭击 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已经启动了刑事调查 这几名恐怖分子非常嚣张 在实施恐怖时没有蒙面 俄罗斯媒体公布了 安装在音乐厅的摄像机 拍下的几名袭击者的头像 从他们相貌特征来看 确实是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这些人能混进莫斯科 并且在袭击得手后偷窥撤离 证明俄罗斯已经完全被这个恐怖组织渗透了 当然 他们也不一定真的已经顺利撤出了俄罗斯 应该是隐藏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地点 截至本视频发布时 有俄罗斯媒体报道 已经有两名嫌疑人被捕 其他人在逃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3月7日 发出了一个安全警报 称大使馆人员正在监测有关极端分子 很快会对莫斯科的大型集会 包括音乐会发动袭击的报告 英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的驻俄大使馆和外交部门 同时提醒本国公民 在俄罗斯要谨慎行事避开人群 明确表示莫斯科近期存在恐怖袭击的威胁 不过 所有俄罗斯媒体和简体中文网络 都嘲讽美国和英国 在对俄罗斯进行信息战 使故意在俄罗斯民众中制造恐慌情绪 破坏俄罗斯选举 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干脆将美大使馆的声明 视为有明显讹诈意味的挑衅言论 指责其意在恐吓和破坏俄罗斯社会的稳定 正是俄罗斯高层这样的致命误判 虽然美国做了如此明确的警告 恐怖袭击还是不幸发生了 这给阴谋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啊 这是俄罗斯人付出的这个代价太沉重了 袭击发生后 美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国政府从不公开评论情报来源 拒绝证实之前发布的莫斯科 恐袭警告是否与这次音乐厅背袭击事件相关 美国外交部还表示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俄美两国已经不存在情报交换渠道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 约翰·科比被问及此事时则表示 他不认为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警告 指的就是此次具体的袭击 当地时间3月22日 一名美国反恐官员对纽约时报证实 集团组织伊斯兰国对当日发生在莫斯科近郊 克罗库斯城音乐厅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该官员表示 集团组织伊斯兰国的成员 立即活跃在俄罗斯 而美国于3月早些时候收集到的情报称 该组织的分支伊斯兰国 呼罗山省正计划袭击莫斯科 我认为与美国政府的外交辞令不同 这名美国反恐官员对媒体说了实话 美国情报部门确实掌握了这次袭击的可靠情报 并且发出了明确的恐袭警告 只可能俄罗斯高层和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 当成了美国的阴谋 我认为 任何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恐怖袭击都是罪恶的行径 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和严惩 不过若非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 导致美俄之间中断了有关防范恐怖袭击的情报交换 且俄罗斯人出于对美国政府的敌视而忽视了美国的恐袭警告 导致了未能阻止这起恐袭事件的发生 不能不说 这是俄乌战争带来的恶果 3月22日 俄乌双方空袭了对方城市能源基地设施和军用机场 并造成了较大的人数伤亡 俄罗斯更是对乌克兰各地能源设施 发动了最近一年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一夜之间 向乌克兰各地城市发射了110多枚撒克德无人机 和40多枚各种型号的导弹 导致无多个城市大面积停电 停水 乌克兰哈尔科夫 扎布洛瑞 蒂尼波罗 赫梅利尼茨基 克里沃罗格 苏梅 奥德萨等地 遭到了俄军大量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至少导致5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我昨天提到乌克兰 蒂尼波河水电站 因遭导弹袭击起火 今天传出消息 水电站受损严重 目前已经停止运作了 俄方表示 当天对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州的旧康斯坦丁诺夫机场发动袭击 此机场正在准备接收来自西方国家的F-13机 俄方没有透露袭击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乌总理 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当天表示 俄罗斯使用导弹破坏了乌克兰能源设施 导致部分地区停电 目前总体局势得到控制 供电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 乌克兰赫梅利尼茨说 此次袭击除导致机舰遭到破坏外 多地也包括人员受伤和死亡 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 库德里斯基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又一次袭击 给乌能源基础设施造成相当大的破坏 此次对能源设施的袭击 甚至超过了去年冬天 库德里斯基指出 目前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的情况最为困难 该市全面停电 正在对该市的电力供应进行抢修 当天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就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造成了能源危机事宜 召开了紧急会议上 他听取了电力 天然气等部门关于工程修复 房屋通电 供水供热等情况进展的报告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 和空军司令奥利修克中将 汇报了这两天防空系统的工作情况 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 和克里米亚半岛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 目标仍是俄军军用机场 料产天然气管道和储油设施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顾问郭多利亚克当地时间3月22日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所谓美方要求乌克兰 停止对俄罗斯料产进行袭击的消息是假的 波多利亚克称 乌克兰将继续打击俄罗斯的燃料基础设施 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敦促乌克兰 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 认为相关无人机袭击 可能推升了国际油价 并招职报复 显然这是一个假新闻 英国官部3月22日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总额6000万英镑的 新一轮的军事援助 其中2000万英镑用于加强乌防空系统 其他主要向乌克兰提供了无人机 科工发言人佩斯科夫 在俄罗斯周报 《论据与事实报》 3月22日刊登的文章中表示 由于西方介入 对乌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变成了一场战争 我们处于战争状态 是的 一开始这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 但当西方集体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其中 对我们来说 这已演变成了一场战争 佩斯科夫还说 由于乌克兰纳粹政权 不放弃收复克里米亚半岛 因此必须完全实现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使得俄罗斯领土不受任何外来威胁 佩斯科夫的说法倒是符合我一直以来的判断 因为俄乌不共戴天 双方都没有退路 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后 根本就没有了任何妥协的可能 俄乌战争爆发了第759天 乌克兰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如下 歼灭俄军1050名 累计俄军43.58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12辆坦克 19辆装甲车 57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19套特种设备 75门火炮 拦截了4架自杀无人机 39枚导弹 无防拦截的大量无人机 可能会纳入明天的统计 大雄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公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9.1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同样为1比1 另有超过2万名乌坎平民遇难 乌克兰为保卫家园 殉国的战士将来 必荣归天国 与上帝同在 节目最后 恳请宽宜的朋友 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呢 因为俄乌话题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的黄标 流量也急举下滑 所以 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啊 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维码 进行打赏 在此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正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